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书馆里也讲这个打仗的故事 那肯定是不少了 那既然是打仗嘛 那自然是了,打胜仗的也有 打败仗的也有 有一种败仗啊,我是特别不愿意提及 就是啊,这个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都是因为这主帅主将的无能啊 死了很多士兵 无论是哪一方死了很多士兵 我都认为很惋惜 那可说呢,这没办法 今儿咱们就要讲这么一个故事 这故事呢,环节上还算精彩 不过士兵们死的呀 就算得上是比较悲凉了 康熙五十七年 这康熙皇帝呀 经过了这个深思熟虑权衡的利弊以后 决定还是要向青海派兵 他为什么如此的犹豫呢 这事啊,您一想就知道 哎,这青藏高原啊 实在是对于中原而言太远了 山高路远不说呀 路途难行 这补给县实在是太长了 上文书咱们聊到 这士维侧棱带了两千六百人 就出兵了青海 有很多朋友就说 那怎么就带这么少的人呢 哎,主要是带多的人也没有用 补给县太长 补给跟不上 到了时候兵无两马无草啊 那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了 所以说呢,现代的一些啊 这文学影视作品所提到的 什么大将军 印提啊 出兵青海 带兵十万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 呃,年更有年的将军 出兵青海啊 带兵十五万 这都是纯扯淡 哎,我也很喜欢的 雍正王朝那部电视剧 但是啊,里边的内容 您得挑着看 那这康熙皇帝 为什么对驱准宝藏这件事情 开始的时候还犹豫不决呢 因为啊,这大清朝的前边的统治者呀 他们对西藏这块土地的兴趣并不浓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一定要 让这些口号呢 什么保证这个康熙入葬的道路的通顺 什么这个 一定要保证安多地区 青海诸王宫的公顺 那这里边啊,有两个原因 哎,这大清国认为 这蒙古是很重要的 蒙古人重要 蒙古曹厂也重要 这蒙古人呢 早前的蒙古四部也好 后来的蒙古三部也好 这些蒙古人又笃信皇教 所以说呀 这就叫做兴皇教以安中蒙古 那这就有意思了 实际上啊 这康熙皇帝大清朝用兵青海西藏啊 和这个准改尔韩国进军西藏 哎,打出的口号是一样 都是为了护教 护皇教 格鲁派 其次呢 这大清朝廷啊 也同时认为 在青海的这和硕特部的朱王宫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到了康熙晚年的时候 这中原的大势已定 什么这个三藩之乱啊 收复台湾啊 南明小朝廷啊 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平定了 康熙皇帝啊 心里边所惦记的 就只剩下西北的准盖尔韩国了 哎,如果和准盖尔韩国 一旦有了大规模的战争 青海的和硕特蒙古诸部啊 那将是康熙皇帝最有力量的一支商力军 因为他们离得近呢 他可以牵制这准盖尔韩国 如果这次大清朝部出兵干预 哎,那么这大测灵敦多部 一旦呢打到了青海 或是占领了青海啊 或是同化了安多藏区 那完了 那这准盖尔韩国和大清国对峙 就直接对到河套地区了 也就是说啊 甘肃啊 陕西都变成了 与准盖尔韩国的正面前敌了 哎,在这些地方 没有一个缓冲带啊 这康熙皇帝是绝对不允许的 可是康熙皇帝心里也明镜似的 这些和硕特韩国的王公啊 和准盖尔韩国 很多人他们都是儿女亲戚 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这也就是啊 这大清朝康熙皇帝 要打这场驱准宝藏战争最初 犹豫之所在 那现在想明白了没有 想明白了 这场仗不打不行了 这才派的兵 可是倒霉起手啊 派兵的时候就出错了 那是兵发错了 还是将选错了呢 都不是 错就错在这会儿的 康熙皇帝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仍然很模糊 与此同时啊 被大侧陵敦多布囚禁在 拉萨要王山的那个贾达赖喇嘛 仍然享受着中央政府 也就是大清朝廷的册封 全天下都说他是贾达赖 哎 可是人家手里攥着这大清朝廷 颁册的印信 那康熙皇帝在发病的同时 也并没扳指啊 废除这位假的六世达赖 这就和青海诸部王公产生矛盾了 因为这青海诸部王公啊 他们已经通过拉萨三大寺 秘密寻访出了原来的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索的准世灵童 这位灵童的名字叫格桑加索 现在就供养在青海的塔尔斯 在这大清朝的中央政府这儿啊 这位转世灵童现在享受高僧待遇 但是并不承认他是达赖喇嘛 还是刚才咱们那句话 这蒙古诸部王公的笃信皇教 他们都认为啊 这位转世灵童才是真达赖 这准格尔韩国的侵略军就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打出的护教旗号啊 就是要把这位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迎请到拉萨座床典礼 并且废除拉藏汗所立的那位贾达赖 格桑一席加索 这呢就和这个青海左右两翼 诸部的王公的意见相吻合了 所以说呀 这圣主康熙皇帝下令 让青海王公协助这支八旗军 共同入藏 驱除准格尔军队啊 他们不爱响应 这就是这场败仗的倒霉棋手 那咱们接着往下聊 这康熙皇帝往青藏发兵啊 兵分两路 一路是这个东陆军 另一路是北陆军 东陆军人虽少啊 但是色冷领着这支部队啊 为主 西安将军厄伦特领着这支部队啊 从北方来算是侧营部队 那这两个人的身份呢 那八旗都统 那无论是哪个旗的都统啊 这色冷啊 那肯定是皇上的近人 并且这色冷身上啊 还有这个侍卫的小 并且呢 这皇上一张嘴啊 就让这色冷啊 做了主帅 哎 统领军兵 争角西藏 您就能看出来这色冷啊 哎 他的身份地位有多高了 那么说这俄伦特身份低吗 哎 那也不低 这俄伦特呀 现在是现任的西安将军 大军区首长 一顶一的顶尖首长啊 那原来是什么呢 原来任胡王总督 您听听这俄官衔 这人的地位他低得了吗 所以这二人呢 谁也不服谁 这两路军呢 分别整顿人马是兵发西藏 这色冷翻过唐古拉山口之后啊 哎 就发现这俄伦特的北路军呢 根本就没跟上 那么说这俄伦特他磨蹭什么呢 他还真没磨蹭 这色冷啊 是主张一冲一撞冰贵神速 仗着自己兵精良足啊 就杀进西藏 和这个大策零敦多部就闪电战了 可是这俄伦特他不这么想 这俄伦特呀 他觉得呀 他有一个计策非常好 他这会儿啊 正忙着请示皇上 批准他这计策呢 那是什么计策呢 因为这会儿的青海管事王爷呀 查汉丹金和这个厄鲁特人啊 秘密有联系 已经是全天下都知道的秘密了 所以说这会儿的俄伦特认为呀 那还不如就利用这一点 让康熙皇帝下旨给查汉丹金 让他写信给大策零敦多部 把他从西藏引游到青海 这场仗从青海打 岂不更省事 那至于啊 这查汉丹金呢 他想不想配合康熙皇帝 咱们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这条计策压根就没实施了 康熙皇帝觉得呀 这厄伦特说的这事啊 贴谱 正当他要给这个左翼亲王查汉丹金写信的时候啊 出事了 这要是搁天津人讲话 这侧棱啊 还这么是个棱子 他翻过了唐古拉山口啊 见到北陆军还没到 他竟然先带着这2600兵啊 就先冲上去了 冲到哪呢 冲到一个地方叫穆鲁斯乌苏 过着这条河呀 对面500里就有准搭人的哨所了 冲到河边呢 没等渡河呀 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扎下了大营之后啊 就发现这块没柴火 又是个语记 联名阴语 那大伙知道 那片啊 正是这个玉树地方 大片大片的牧区呀 只有草场 他没有树林 那有人就说 不联名阴语 不是也没柴火吗 不对 要是不联名阴语 天天晴天的话呀 就有柴火 什么柴火呀 牛粪呢 咱们都知道 这猛葬的这种少数民族啊 草原生活 他们的确是缺乏燃料 他们平时啊 都是以这个干牛粪为燃料 可是啊 这如果是晴天呢 把这牛粪晒干了 它就是燃料 那如果是连天阴雨 那放在地前 那就是一坨牛大便 所以呢 这2600清兵 打到这个通天河边上啊 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就是不能生火做饭 还好啊 这身上啊 有肉干炒面 可这日子呀 他盯不了几天 那要我说呢 哎 你这色棱啊 就应该等着厄伦特 两军会合之后 两位主帅 善了善了怎么办 按照这个厄伦特的诱敌之计啊 可能就会更稳妥点 可是不过去 他山户 他山户谁啊 山户康熙 他给康熙皇帝写信 在如此众多 不变质条件情况下 在此虚费良想就不如啊 趁着这个河水浅固 鞭策可都 一旦深入 擒杀准贼啊 复取昭地 这康熙皇帝 接到他这封自我报之后啊 觉得也是个可行之计 就这么着呀 这第一个 诱敌之计啊 就是厄伦特出的那个主意 就没被采纳 就用了色棱这个主意了 哎 闪电站呢 说是闪电站 实际上您想想 能达到闪电站的那个速度吗 那横在他们前边这条大河 那小名叫通天河呀 哎 这通天河我没去过 可是啊 我从西游记里读过 这河宽八百里啊 好像说的就是他 哎 这里边还闹妖精 谁呀 李玉京啊 哎 这是开玩笑 反正啊 是分了很多批次 这2600人才渡过河去 哎 那这北路去那个轮头啊 也就别想诱敌深入这事了 赶紧策马 扬边的往河边赶 这人啊 还没等渡过多少呢 那边色棱带着部队啊 和这个准戈尔军就开战了 直到最后啊 也没按照原定计划 把这些兵呢 都渡过河 大概5000多人 这一开战才发现呢 中了准军的埋伏了 那这会儿色棱有多少人呢 色棱啊 主力军大概不到3000 哎 2000多一点 因为啊 他还有几百骑兵 镇守日喀泽地区 所以说算了算啊 他也就是2000多厄鲁特兵 那么说这清军的人数上占优势了吗 没有因为这个大测灵敦诺布啊 他还新招募了很多藏兵 当然了啊 这冲锋在前的肯定是这群蒙古厄鲁特骑兵 那这藏兵呢 也就是在后方负责放鸟枪 开始啊 这两军呢 各有胜负 清军呢 还占了优势了 可是啊 没过多长时间 完了 这厄鲁特兵啊 两次偷袭清军 两道成功 这一下子清军大营算断了两了 那么说这一天行 两天行 三天行 日子长了 是惹定不行 哎 有这个悲观史聊记载啊 这清军5000人是连恶带动 就死在了清藏高原的隔壁滩上 那这两员主将呢 有一说呀 这厄伦特战死了 死得很英勇 这大测灵敦多布 非常敬佩自己这位敌方的主帅 还过得清军大营 给这位敌方主帅厄伦特调了丧 您想想他作为敌方的主帅 他竟然泛险到大清营中去给对方主帅调丧 我想那会儿的清军呢 就已然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那除了伦特之外呢 这清军损失的大将啊 还有这个康泰康海 斯九经 等等等等 那么说主张突袭的色棱呢 哎 这个色棱下场更不好 被人逮着了 并且这大测灵敦多布认为 这坏主意都是他出的 他是背着这康熙皇帝啊 向这个种杆尔军发动的进攻 所以呢 他决定啊 把这个色棱压到伊犁河谷 由他们的寒王处置 他派着谁呢 他派着的将领三级 和这个一个叫郭蟒的喇嘛 这两个人的带兵啊 压送着色棱回伊犁 可是在半路的时候 这色棱啊 用这个篝火烧断了自己身上的绳索 顺势呢 就砍死了两名看守 企图要逃跑 可是动静太大了 一帮这蒙古壮汉的冲上来 把这个色棱又捆了 一个鸡鸡吃尸 从此以后啊 还不给吃的了 那您再硬的硬汉大将军呢 您也怕没吃的呀 十几天以后 这色棱啊 终于就被饿死在了路上 就这么着 这大清朝第一次用兵清葬 是宣布失败 可以说是败了一个彻彻底底 死了一个干干净净 这才引得十四爷被封大将军王室带兵出征 兵发青海才取得了屈准宝藏之战的最终 胜利